哈嘍大家好我是朱格 那我今天影片主題呢要來介紹這個德伊布朗遺跡啊 然後來拿這個黃昏的大劍這一把 那這一把的話個人覺得還蠻好看的 我會把它供奉起來放在林克的家了 那我會跟你講四個點位 首先呢我們來到了地圖的上方 海拉武大森林上方有一個遺跡 那來到遺跡之後呢 我們會有四座石碑 那你拿到四個賢者力量之後 就可以來這邊了 那四個都要拿到 不然你就是拿一個接一個 但因為我自己自己的四個 那分別會有這個貓頭鷹 風之賢者 然後火之賢者 雙龍夾縫 然後以及這個六龍眼前 跟最後這一個監視的死三之龍 那我們由左到右好了 第一個的話是貓頭鷹嘛 那你從這個石碑爬上來 這裡就有貓頭鷹 那我們就直接用風之賢者的力量 直接飄就可以了 你就從這邊石碑爬上來 這個最簡單的 然後就這樣 就回開了 這是第一個點 好那我們逆時鐘 逆時鐘走 走到這個邊邊的地方 好這裡會有一個末端 好末端 那如果你順著這個路 好一直走 長長的軀體 好你會看到牙哈哈 喔不是啦 你會看到一個龍頭 那他就是監視著死亡火山 好以地圖的相關位置 所以你就走這個地 那個 軀體這樣子走 走到這裡的這個末端 然後呢我們就召喚雷之賢者 這樣子這個寶箱就會開啟了 那這四個寶箱的話都是寶石 什麼黃玉啊 藍寶啊 紅寶啊 你不拿來強化也可以拿來賣錢 好接下來的話 在鳥望台的左上方 好大概10點鐘方向吧 這裡會看到沼澤處 泥灶啊 六龍眼前 你就在這邊 然後呢召喚水賢 這樣子這裡 這樣子就會出發了 那寶箱的話 寶箱在旁邊嘛 寶箱在旁邊嘛 寶箱在正前方 好對 就在這一個位置 就在這一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拿了 好這是水賢的 好那我們再稍微往南走一點 好那我們再稍微往南走一點 這裡會有兩個龍頭 好也就是我們入口處啊 這裡召喚火線 然後你的正後方 這裡 就會有寶箱 好那等到你開了之後呢 調查人員就會說 欸那個 這裡有一個洞窟 我們從帳篷的地方 往這個角落走 這裡有一個四杯 我們就可以走下去 那底下解完任務 之後 這邊 就是我們黃昏大劍 那這把的話 攻擊力非常的高 所以你可以把它拿來使用 那我是會把它收藏起來 整個白色的 蠻好看的 我們就把它供奉起來吧 好那我們就供奉起來了 然後 開個罩 開個圖 開個圖件 好以上呢就是得一不然 遺棋的四個支線 還有可以拿到的武器 就分享給你的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了 那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別忘記幫我按讚訂閱 那感謝你收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那拜拜